让大家比较好学习 其实我已经在这个程式上方 尽可能的加上每一行程式 它的这个中文译识 它的注解 它本来是没有注解的啦 所以为了让大家学习比较便利啦 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下班要还来上这个课 其实还蛮辛苦的 大部分同学是真的希望能够学到东西 那其实给各位东西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干脆我帮你写算 那我写完直接给你对的东西就好了 不要让你在那边乱try 因为像这些东西 所以真的你们要try到对 那真的简直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你的程式公里还不到那里的时候 真的只要随便一个地方做错 你后面东西 都是全盘接错 那倒不如啦 为了说避免各位的这种乱try 所以我尽可能的把程式先写好准备给各位 然后呢你们就只会要改 改出可以用的地方 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OK 我想这应该是最简单的 然后至于如果你要深入想了解哪个地方有问题 欢迎可以提出来再问 因为每个地方其实都需要了解啦 那每个地方当然主要是物件 所以你会发现像CreateObject之后 这个后面 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物件 一般 专业术语叫实体化啦 所谓的实体化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也就是载到记忆体 让它变成我们可以拿来用 OK的一个物件 那物件里面的话当然包含这个方法 方法像这个 Open嘛 我要做什么 所以它就具备 能够被你用的这个目的了 Send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个方法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属性 当然很多啦 你当然可以去查 不过如果暂时用不到你先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其实每个物件有一堆的方法 跟一堆的属性 这个有点像是 就是像如果Excel来讲的话 Excel里面一堆一堆的这个 属性跟方法嘛 比如说最常被用到像那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Excel本身这个物件 那你当然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跟你讲说它有哪些方法 绿色的是方法 那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就是属性 属性就是设定 那你可以去变更 所以其实大家都遵循类似的一个原理原则 就是物件 它能够做什么事情 OK 那比如说一些设定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 你就需要给一些参数啦 比如像Open后面需要给三个参数 如果你少一个都不行 OK 所以我们就是给 它要用什么方法 去跟Server沟通 跟它讲说 我要Get的方法 所以你必须给它网址 然后要不要这个 非同步进行呢 不要 不要跟它讲一下 那它就知道 那我懂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讯息 send给Server Server它就听懂了 并且帮你把 你要的资料给传回来 那传回来 你总要有个地方装它嘛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给它一个物件 一样呢 把这个结果丢到这个物件里面 那我们再去把它做解析 所以底下这些就是解析 那要怎么解析啦 其实当然呢 它会有很多节点 那这个节点的概念 其实就类似像这边 OK 所以你就是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透过那个 XML Editor 去了解 这一个 XML的一个树状图 如果你已经知道它这边外面是 比如说像 我如果要改 像我们假设 想要把刚刚这个范例 改成 去抓取 新北市的Ubike站的话 的那个Ubike上面有XML 如果我想要改 那要怎么改 当然 特别注意 第一个啦 我们假设 利用刚刚的范本 来改的话 那第一个我就是直接 把上面这一段程式码 直接复制 贴下来 OK 然后呢 改一个名称好了 就是改成 读取Ubike的 XML资料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UIL 它的网址绝对不一样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XML 这个网址 把它改成这个Ubike的网址 然后 Delete掉 先 留两个双以后 那把网址贴过来吧 贴的话按右键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复制 连结网址 然后直接把它贴过来 OK 贴上 这样子 所以第一步啦 如果你要 拿刚刚的范本来改 其实我主要目的是给各位范本 你以后知道改哪里就好了 其他别乱动 应该就OK了 第1个 第2的话 一样传给Server Send出去之后 就得到一个 所以就得到 就这样而已 所以网址改了 好第1步 XML得到了 第2个的话呢 我们用XPath XPath我刚刚讲过 必须要得到那个什么 你这个 这个Tree 这个物件里面的两个 一个是什么 最外层 最外层这个叫什么 叫Table 所以如果你知道 它这个外层叫Table 你就干脆把它C 然后呢 把它Ctrl-V贴上 记得贴的时候 前面不能有这个空白 那底下的话 好像不是Delete 它叫RAW 所以你自己打了 RAW 记得不要打错啦 你如果没打错的话 理论上就OK 然后它底下的 在底下的这一个 它还好它名称 它总共14栏 可是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只有5栏 那我们干脆就抓5栏的资料 就好了 这5栏的资料 根据这个说明里面 就是这个5栏 第1个是代号 第2个是名称 第3个是 Total 可以停 可借 然后中文的名称 至于后面 暂时先不抓没关 反正可以抓5个 你就可以抓10个 10个也可以抓14个 那看你自己 甚至你 将来因为你的应用 不是 比如说你要统计分析 不是每个栏位 你就抓你要栏位就好了 OK 所以 改的话呢 后面 只要改 这个吧 UIL改一下 第2个的话呢 改它的那个Path 改一下 第3个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 节点名称 因为它的节点名称 叫什么 Column1 所以它那个名称还蛮好记的 所以你就分别把它的节点名称 直接看是要Ctrl 先抓一个吧 Ctrl C 然后先贴好了 再来改 比如这个第1个叫 Column1 然后理论上第2个应该Column2 不过我都先 先把它贴上 那我只要 假设啦 我能够抓5栏 应该抓全部也没问题 或者是跳着抓也没关系 比如说我需要的资料 就前5栏就好了 那我就直接 把这个栏位名称 分别 把它加上去 1234 5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 上面的 栏位名 什么栏位名称 比如说第1个 第1栏呢 它是 第1栏是什么 代号 所以 当然一样 可能就是还是要做一些 副字贴帐的动作 所以 再来的话 这个的话是代号 然后这个的话是 它的名称 那其他的话 当然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做复制贴上的动作 然后这个是 总total的 格数 所以就把 c栏的 栏位名称 然后 再来就是 d栏 依然 然后有时候一次两个 然后直接 把它贴过来 再转移过去就好 这个贴过 然后这边把它直接 剪下之后 贴过来 然后这边把它 移立着掉 那原则上 我就是 改了 这些地方 所以 其实 这些程式的话 应该 应该也不至于太困难 所以如果假设你还有哪些地方看不懂 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然后 我重点 你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 我改这个 URL的网址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改这个 配置 然后第3个就是 改这个 第4个 这个的 那个栏位名称 所以其他不要动 OK 因为其他都固定了嘛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关键时刻吧 如果今天希望 能够把这个资料呢 从那个什么 从那个 开放资料可以把它读下来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OK 所以我们直接 只行RUN一下 现在先把资料先清空 然后呢 去抓那个网络资料 抓 OK 如果这个OK的话 那表示 成功了 资料抓回来了 再来呢 去抓那个 Table 的列 底下的 这些节点资料 所以一样 把这个栏位 放进来 然后分别把资料 填上去 OK 那我发现最后应该再加一个啦 就是栏宽自动调整 我觉得会更OK一点 colons 这个物件 .autofit 自动调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把它RUN完 应该这样OK的 你会发现自动调整一下 那所以 很快的 我就可以把代号 名称 Total 这个应该是最新的吧 目前的状况 然后可以借多少个 然后在哪边 甚至它后面其实有经纬度啦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资料 再结合那个手机的app 那就更好 手机app如果可以抓到你现在的经纬度 它这个后面还有栏位 应该是经纬度 然后抓到你现在的经纬度 离最近的经纬度 到底哪个地方有车 那你就可以写个app 因为现在的那个YouBuy app 其实很难用 因为 你还自己要判断一下 到底你附近哪个最近 你还要自己把它放大看一下 然后还要看 那附近最近的 有没有车 当然它已经有变颜色了 可是 我也还不是 那么的 就是friendly啦 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其实可以再变通一下 那就可以变成 我们要的 一个 怎么讲 真的来源 然后结合前端的一个程式 那就可以做很多的应用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 今天 最后我是 把那个 我刚刚的这个範例 读取 这个 XML 这个应该是在 第六页的地方 其实都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贴 然后改成那个YouBuy的 如果你担心 你实在是改完之后 还会发生错误的话 我看我干脆把我刚刚改的这个程式 因为预防万一 但我是建议你不要直接复制贴啦 复制贴 谁都嘛会 OK 只是说呢 最好你自己再run一下 就是把刚刚那个範例 贴下来 就是 再复制一个 然后做一个修改 那主要修改的地方的话 不外乎就是 四个地方 OK 你只要不要改错啦 哪四个地方 第1个 网址 OK 然后第2个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Path 第3个 这个应该 比较好理解啦 这个栏位名称 这个也 不至于会做错 然后再来就这些 Colent的名称 这个可能 因为他没办法一次刷 刷5个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 好 那这样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啦 如果 假设啦 你还是做不出来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 所以 最好 做完之后啦 看看能不能把 14个栏位全部也都做完 如果全部OK 那表示你 应该 不会有问题 如果再做完 你再改成 台北市政府的 住宅切掉 因为这个其实 下面也有 XML 如果你这个 改也可以改出来啦 说真的 我想应该其他的XML 你应该也没问题 那你多改几个啦 反正以后遇到XML 真的就 不是什么问题了 那至于那个程式 假设你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不知道的话 那欢迎可以再提出来发问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正面 有些地方 尽可能正向去思考 就是说 怎么去 利用所学的东西 可以解决问题 OK 那 当然我遇到问题 尽可能 正面 去思考 就是怎么解决 其他的就算了 能解决就把问题给解决 因为我其实也花了很多力气 找了很多那个国内国外的一些 其他人的写的方法 但是其他人 真的每个都写的不一样 而且 会有千奇百怪的写法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 如果只是自己 娱乐 自己喜欢写 随便写 OK 浪出来 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要教学的话 尽可能还是有一个 什么 这个严谨的那个结构 给尽可能都是一致性的 所以我就稍微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 哪怕今天是改成 Jackson 改成 下个礼拜要讲的那个 HTML 的话 其实 大部分 那个概念都是 一样的 反正呢 第一个一定是先把资料抓下来 第二个的话呢 再想办法把它解析 取得我们要的资料 然后再把那个我们要的资料 放在Excel的什么地方上面 那最后再让它栏宽自动调整 其实大体都差不多啦 所以也不要把那个 程式想得太复杂 OK 当然啦 最好是说你 Excel是最新的版本 那当然你就是直接用最新版本 你就不用写任何程式 可是问题来了 以后如果你要重复做 你还是非得要写程式 这个永远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今天 讲的这个范例 改成那个就是 那个 UBI 然后跟新北市的这个住宅切断 另外我们今天有个作业 所以请各位如果还没缴交的同学 就花一点时间嘛 把前面的部分做个总结啦 那今天主要是 把那个 就是 XML的 网络读取讲完了 下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要开始来看 再更上一层 就是那个 再来思考那个 HTML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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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